巴以战争一起,拜登不但第一时间激进表态,同时也采取了激进的行动,可随着指责以色列军事行动严重升级和强烈要求停战的声音高涨,拜登从无条件的支持变成了有条件的警告,显然是后悔自己一时冲动的言行了。 可后悔一晚,中国正在发力推动停战和巴勒斯坦建国,这会令美国非常的被动,美国的软实力又遭打击。 当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袭击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在不加任何评估的情况之下,就第一时间表态无条件的和尽一切可能的支持以色列的所谓自卫行动。 不仅第一时间就运去了武器装备,也第一时间下令海空军在中东加强部署,甚至于还声称只要以色列请求就会直接提供远程打击,这显然等于是向巴勒斯坦甚至是伊斯兰世界宣战了。 如今大批的军员不断运往以色列,第二个航母打击群也启程赶往中东,同时在中东的基地也增强了空军战机的部署。 以色列一方面对加沙地带断水、断电、断通道,一方面进行无差别的狂轰慢炸。 同时还在积极准备对加沙地带进行大规模的地面倾角行动。 地面行动还没有正式开始,单纯的断电、断水和封锁人道主义通道,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就已经是非常的严重了。 如果再发动大规模的地面攻击行动,这人道主义灾难将会是空前的。 尽管欧盟和欧洲大国甚至是联合国都在第一时间严厉谴责哈马斯,可这会儿发现,这等于是间接拱火以色列发动战争行动,等于是助纣为虐了。 目前,一些欧洲国家政要,特别是欧盟安全事务高级代理伯雷利公开强烈指责以色列的狂轰滥炸和要求加沙民众撤离一事,说明欧洲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高涨。欧洲的态度都是如此,何况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态度立场了。 特别是伊斯兰国家的立场和态度基本上一致。 那就是一方面强烈要求停火止战,一方面要求迅速建立人道主义救援通道。 对一方命令加沙平民撤出加沙更是强烈的指责。 尽管哈马斯的无差别攻击在先,可以色列目前的行为将制造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这是国际社会普遍不能接受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拜登政府还在一个劲的火上浇油,一个劲的拱火以色列大规模开战, 这美国的人权价值观可真的再一次在全世界现眼了。 此前,有媒体曝光美国务院内部文件,要求外交官不允使用降级、停火、停止暴力、停止流血或恢复平静这三组词语。 如今,拜登态度和言行出现了悄然的转变。 拜登在日前接受采访时的表态出现的重大转变。 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警告以色列不能强行再一次地占领加沙地带,并认为那将是一个错误。 尽管警告的是不要占领加沙,实际上更可能是暗示不要大规模地进入加沙进行清剿。 也就是反对以色列要求加沙平民现实撤离。 这会制造太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重要的是有可能使每一两国陷入严重的孤立状态。 触犯了重怒对美国也是一个重大的伤害。 更严重的就是触发中东战争,这美国的消耗将更大。 二是声称要建立人道主义救援通道,也就是公开反对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断电断水和断通道。 在采访中,拜登表达了对人道主义局势的担忧,称赞成建立一条安全走廊,让巴勒斯坦人逃离战区,并允许物资进入加沙地带。 拜登称,我相信以色列会按照战争规则行事,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 所以,我相信,加沙的无辜民众将有能力获得药品、食物和水。 尽管是假人假意,可也不能不做做样子表表态。 美国似乎也不敢替以色列顶雷了。 三是拜登称不会在冲突地区部署美国军队。 此前还声称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并表示,只要以色列请求,美国航母打击群可以直接提供远程打击支持。 这会儿公开强调不会部署军队,实际上也就是在警告以色列美国不会直接军事介入了。 显然是让以色列好自为之了。 拜登在这时还强调美国有能力同时应对乌克兰和巴以两场战争,实际上就是意在表明不打算在中东另辟战场了。 显然,拜登的表态不像一开始那么激进了。 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是美国人权普世价值观的试今时。 如果拜登继续无视以色列的暴行,无视制造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那美国的人权价值观可就会被世界所普遍抛弃。 美国的国家形象可就要进一步地严重受损了。 虽然哈马斯的大规模无差别攻击在先,可这绝不是以色列可以无视人道主义的借口。 以色列的惨无人道一向是出了名的。 如果再一意孤行,在世界上就会更加的孤立。 重要的是,一旦加沙人道主义灾难升级,很可能引发伊斯兰世界的同仇敌忾对以色列进行群殴。 美国也救不了以色列。 美国也不敢与整个伊斯兰世界为敌。 尽管拜登这会儿有些后悔和挽回使劲了,可此前美国严刑的影响已经形成,想挽回也不太可能了。 虽然哈马斯可能会被以军重创甚至是毁灭,可哈马斯并非代表巴勒斯坦国的政治组织,甚至可以说是巴勒斯坦国的心病之一。 或许代表巴勒斯坦国的法塔赫会乐见其成。 重要的是,这一次战争事件又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给提到了世界的意识议程上来了。 巴勒斯坦迟迟无法建国,最大的根源在美国。 正是美国的阻止,使得巴勒斯坦国无法建立。 正是美国的立场,使得以色列毫无顾忌地非法侵占联合国早就划定的巴勒斯坦和相关国家的土地。 美国以色列无视的是联合国和全世界。 推动巴勒斯坦建国是解决巴以冲突的最根本的先决条件。 相信这一次在联合国也好,世界范围也罢,推动巴勒斯坦建国又会成为世界主题之一。 有意思的是,此前美国正是因为这一问题而退出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而不久前拜登政府为了领导世界又提出重返。 这一次,当全世界都把关注度集中到停火和建国问题上时, 不知道拜登还想不想重返来当领导了。 目前,我国中东特使正在积极地化解这场战争冲突, 已经与阿拉伯世界各国进行了有效的沟通。 目前中国与中东各国以及联合国的立场态度基本一致。 一是立即停火, 二是迅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三是推动巴勒斯坦建国。 推动巴勒斯坦建国将会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主题之一, 也会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主题。 而这就是对美国最直接的考验了。 且不论这场巴以战争的规模结局, 战争本身就已经是对美国人权价值观或者说美国霸权的最大检验了。 美国的言行已经令世界不齿。 美国没有资格以实力地位来领导世界, 更不能让美国霸权继续飞尾。 中东的和平进程已起, 这是一个难以逆转的过程, 也是对美国的战略打击。 如今, 美国和以色列的暴行不会引发伊斯兰世界的分裂, 只能使伊斯兰世界更加地觉醒和团结。 中东地缘政治将画家诉去美国化。 上一轮的中东和解与和平进程是在中国的协调推动下掀起的。 这一次, 中国会因势力道或顺水推舟的发力推动中东地缘政治的快速演变。 而推动巴勒斯坦建国就是最好的契机。 外交部长王毅在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雷利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声明, 中方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 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做法。 当务之急是尽快停火止战。 他还重申北京支持两国方案。 他说, 两国方案完全落地, 中东地区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 以色列也才能获得持久的安全。 美国在强烈的拱火, 中国在强烈的灭火。 所谓两国方案, 一是指的巴勒斯坦建国, 另一方面指的是没有巴勒斯坦国的建立, 以色列国就不安全。 巴以关系始终是美国埋在中东的地雷。 强力推动巴勒斯坦建国等于是排雷行动。 这肯定有利于中东和平进程, 或者说把它当成中东地缘政治演变的重要组成。 巴以问题不解决, 中东就永远不会有和平。 这也是在提醒伊斯兰世界。 而这对美国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了。 如果继续强烈反对, 如果继续支持以色列的非法侵占, 就会令中东国家更加的不满。 同时也证明了美国价值观的虚伪。 中东国家会更加的疏远美国。 反过来, 美国也更难控制中东局势为己用。 这是一在打击美国的软实力。 自然也就彰显了 中国的全球安全观治理观的重要性, 也就是会极大的提高中国的软实力。 不仅中国在行动, 另一个世界大国俄罗斯 也在利用自在中东的影响力在行动。 俄外长拉夫罗夫提前来到中国 与王毅外长会晤, 重点就在于协调在巴以战争问题上的立场一致。 而前往北京之前, 俄总统普京也公开表明, 协调巴以战争立场将是会晤的重点之一。 中俄在中东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中俄同时在中东斡旋, 这会增加中东各国应对美以的勇气。 一旦中东各国的立场达成一致, 美以可就难堪了。 不管是否阻止得了以色列的暴行, 在中俄的协调斡旋之下, 中东的反美情绪都会增强。 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和平进程都会加速。 而推动巴勒斯坦建国, 也将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将是中东战略去美国化的主要组成。 这可以说将严重地打击美国在中东的软实力, 也可以说是对美国中东战略的重大打击。 毁灭一个哈马斯并不能使以色列更加的安全, 反而会因为其暴行引返更多的反乙武装的敌势, 会更不安全。 而对于美国来说, 毁灭哈马斯并不能扭转自身在中东的战略困境, 阻止不了中东的去美国化地缘政治演变, 反而有可能重现中东战争陷阱之中。 重要的是, 美国的国家形象将严重地受损, 想重塑霸权也好, 想继续以实力地位领导世界也罢, 就会有更多的国家反对。 这是对美国软实力的重大打击。 总之, 拜登政府此前的态度过于激进, 显然是拱火战争升级, 必须为人道主义灾难负责。 而近来的表态显然是有些后悔了。 可后悔已晚, 对美国价值观和国家形象的伤害已经形成, 而中国借机推动巴勒斯坦建国, 又等于直接将了美国一军。 这是对美国软实力的一次重大打击。 拜登真的招架不住。 回过头来, 中国会发力推动乌克兰停战, 再将美国一军。 重要的是, 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人性, 美国也未必控制得住。 美国已经深度介入到了战争之中, 很可能重新陷入中东战争泥潭之中。 这三年的中东战略大调整是彻底的白费了。 中美大国竞争中国又赢一局。 本期的东方时评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独特的见解,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点赞, 订阅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